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 在中国引起的反弹 与今年4月中兴被美国制裁时不遑多让 不过在网民表达民族主义爱国情绪之余 中国外交部和官媒的反应相对低调 苹果日报的评论说 如果说美国制裁中心是川普给中国上的第一课 让中方认同在国际上做生意 要遵守契约精神与规则法律 那么拘捕孟晚舟将给中国上第二课 让中国公司的高管和中国官员明白 不要抱着法不责重的侥幸心理 参与了公司或政府的行为 就要承担个人责任 其震撼威力远胜第一课 评论说 孟晚舟事件无疑是中美贸易战大剧中的一幕 市场也多怀疑 这是对中美峰会成果的否定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 与习近平川普在阿根廷会面是在同一天 但应是巧合 否则不会迟至昨日才曝光 加拿大是当日接到美方通报才采取行动 还是早有黑名单等人自投罗网 暂时不得而知 如果是后者将让中国官员和公司高管更忌惮 文章认为 由中方的反应看 一是自己知道自己是 明知美方打压华为 中兴亦在意志中国通讯业发展和向世界扩张 但被人抓了把柄又能怎样 中国官方当初力挺中兴声称准备好亮剑 要以牙还牙 到头来还不是打掉牙齿或血吞 二是既然习近平已向川普低头 愿以1.2万亿美元的代价换取90天的休战期 自然不想节外生枝 因此低调回应 期望获美方回报 以独立个案处理 像中兴事件那样不影响整体贸易谈判 不过孟晚舟事件与中兴事件相比 仍是美方制裁行动的升级版 对中国官员和公司高管来说 政府机构或公司被制裁 被罚几十几百亿都可以无动于衷 但一旦个人财产被冻结 甚至人身自由被限制 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因此中兴认罚认管后 中国官媒的评论还批评中兴破坏 与美方合作的基本规则 警告国际型企业不要用商业利益来裹挟政府 强调国际市场做生意 讲究的是契约精神与规则法律 而不是政府的行政介入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